AudioJungle AudioJungle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今天惊传爆炸案,现场此伤惨重。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,喀布尔在27日惊传害人爆炸案,当局判断此次事件为自杀炸弹攻击。 目前已知至少有95人死亡,158人受伤,伤亡数字恐怕还会继续增加。 综合外媒报道,喀布尔在今天中午12、15分,台湾时间16、12分,左右忽然传出巨大爆炸声,爆炸过后屡屡浓密黑烟窜出。 现场目击民众表示,至少听到了三次的爆炸声响,地点就发生在阿富汗内政部救址附近。 当时在案发现场附近的一会议员MIRWAISYASINI表示自己看见一辆救护车在运驻爆炸物行径现场。 当局警方事后也指出,内政部救大楼附近爆炸,恐怕就是自杀炸弹客所为LDPUO。 自杀炸弹客利用救护车来做掩护,借此通过检查哨,犯人在第一道检查哨时,宣称要病患送到医院,没想到在第二道检查哨时,被认出来,只好直接引爆汽车上的炸弹的头。 害人爆炸案发后,恐怖组织塔利班TALIBAN已经跳出来坦诚犯案,而这个组织的武装分子,上周才刚在卡布尔的一家豪华酒店里,犯下杀害22人的攻击案,据西爆炸的点周围海有不少政府机关的大楼办公室,连同印度领事馆,欧盟和瑞典的办公室也在附近。 卫生部发言人WAHEECMAGROOH表示,截至目前为止,这次自杀攻击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增加到95人,不排除死伤人数继续上升,伤患被炸得遍体鳞伤,四肢交飞,大批酒男人员,及现场民众都投入救援。